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328集 你算什么东西 黑西装大汉连忙转身 带着十几个人朝着格宇这边走了过来 阴沉沉地说道 你那么胆子不小啊 知道这是谁的长子吗 敢在这里热事 不管你是谁 舍了我 天王老子照打不悟 给我打 那黑西装壮汉一声招呼 后边的十几个人顿时抡起了手中的铁棍 便朝着格宇这边招呼了过来 砰的一声响 领头那个人手中的棍子还没有来得及落下 就被格宇一脚踹飞了出去 连带着撞翻了身后四五个人 后边的人吓了一跳 不过仗着人多也举着棍子朝格宇打来 但这些人终究是普通人 跟格宇能比吗 都没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挨打的 身子就飞了出去 凡是被格宇打中的人 滚落在地就没有一个能再爬起来的 一瞬间那十几个黑西装就倒下了大半 后面的亮格吃惊不小 格宇比他想象中的能打多了 顿时大声喊道 都比我愣住了 给我上 一起上 弄死这小子 这一声招呼 就连那些服务员也都提着家伙 朝着格宇猛冲了过来 煞时间沉土飞扬 那些涌向格宇的人就像是沙包一样 一个个自散崩飞 有些还被格宇直接提起 丢到七八米开外的湖水之中 这边正打得热闹呢 那边有几个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人问身边的人道 什么情况 那边好像打起来 不知道啊 这边没有接到通知 徐总 要不要过去瞧瞧 走 过去瞧瞧 东湖庄园这个项目 还没有开始正式营业 就闹成这个样子 成何体统 看看是什么人在闹事 徐总转过头 看了身边一个 颇有大老风烦的中年人道 林总 不好意思啊 让您见笑了 肯定是手底下的人惹出了乱子 我们一起过去瞧瞧 林总点了点头 不怒自卑 一行四五个人 便朝着格宇他们那边走了过去 行不多时 便走到了那群闹哄哄的人旁边 还没站定 便有一个人被打飞了过去 爬在地上没了动静 那徐总顿时怒吓了一声 都给我住手 这一声暴喝 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转头看时 发现来人竟是东湖庄园的大老板 哪里还有人敢造次 纷纷停下手 往后退去 格宇也收了手 朝着那喊话的人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这来人竟然还是认识的 当初在南疆省城的时候 跟此人还有一面之缘 还是因为那个大明星周亚廷的事情 当初便是这个许长宝 号称宝爷的人 要强行 拉周亚廷过去陪酒 结果遇到了格宇 因此大打出手 要不是陈家老大老二在那里 估计这许长宝也要被格宇给暴揍一顿 除了他之外 在他身边还有两个手人 便是林家父子 林俊豪和林云 陡然间 林家父子在这里看到了格宇 也颇觉的意外 林云一看到格宇 顿时心中一喜 连忙便要过去 这时候 那个被打得凄惨的光头亮哥 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可怜稀稀地说道 姐夫 您看我被这小子打的 他跟范志士长的儿子一起过来玩 我搞声招待 这小子竟然还惹是生非 将我打成这个样子 我若是不收拾他一下 以后就没脸在南疆省混了 许长宝看了一眼被打得凄惨的小舅子 又看了一眼站在那里气定神贤的格宇 这位爷 许长宝是真的得罪不起 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 便是跟陈家人的关系 那就非同一般 开罪了这位爷 那就是跟陈家人作对 刚要呵斥一下光头亮哥 还没来得及张嘴 一旁的陈云早就飞起一脚 将那亮哥给踹飞出去四五米远 摔得那叫一个凄惨 我干你大爷的 陈云二话不说 直接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那亮哥捂着脑袋 被陈云打得满地翻滚 哀嚎不止 许长宝看到陈云暴打自己的小舅子 顿时有些怨怒起来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陈俊豪 有些不悦地说道 陈总 贵公子怎么能如此满河 胜了欲打人呢 哼 打人呢还是轻的 没杀了他就不错了 葛大师是我们陈家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儿子的师父 你这小舅子很厉害呀 连我们陈家的恩人都干大 我看咱们合作的事情就算了 许长宝吓了一跳 腿肚子都软了 当场变了脸色 激动地说道 林总 别呀 我这东湖中原投资了几个亿 还需要很多资金注入 全靠林总您后续的投入了 如果您不帮我 我这几个亿就 全打水飘了呀 这可是我所有的家的 都投到这东湖庄园了 您 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林俊豪怒视了一言许长宝 直接拂袖离开 静止来到了葛宇的身边 客客气息地说道 葛大师 这些人没有伤到您吧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不知道葛大师您在这 无妨 这些人哪能伤得到啊 也是 这些人哪里是葛大师的对手啊 对了 葛大师这样的人物 怎么会跟这些不入流的人打起来了呢 这件事的缘由 是因为那光头两个对苏曼青图谋不轨 但是葛宇不能说呀 会对苏曼青的名声产生极不好的影响 当下只是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我看他不顺眼 所以出手教训了一番 葛大师要教训的人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该打 说着 林俊豪转头看向了凌云 给我狠狠地打 让他知道得罪葛大师的下场 其实不用林俊豪说 凌云也是下手其重 搬起了旁边一个木头凳子 直接在他身上就打碎了 而站在一旁原本气势嚣张的范鹤和李华康等人 此刻也全都吓傻了 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前这个林俊豪可是南江省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在资金方面甚至可以押江城市陈建一头 这会儿看到了葛宇竟然如此客气 甚至都有些低声下气的感觉 最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 林家父子帮着葛宇完全是偏向啊 不论葛宇做了什么事情 哪怕是他看那亮哥不顺眼 也觉得亮哥是该打 足以见的 这林家父子跟葛宇的关系绝非一般 更有意思的是 那许长宝见到林家父子动了怒 不打算投资之后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奔到林云身边 跟林云一起对自己的小舅子全打脚踢 没几下便将他给打得晕死了过去 如此那许长宝还是没有停手 一边踢一边打骂道 你这个够东西 叫你狗眼看人爹 坏了老子的好事 看我不打死你 范赫和李华康等人 看到这一幕 吓得无不脸色大变 好一会儿范赫站了出来 走到了许长宝的身边 逆如的说道 许总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葛宇又做得不对的地方 这话刚一出口 林云反手就是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打得他一个劣迹 你撒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一巴掌挨的 范赫都不敢说什么 林家在整个南疆省的势力颇大 怎么会将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市长公子 放在眼里呢 至于李华康和宋宏远 这会儿早就吓得是体弱筛坑 躲在了人群的后边 一句话都不敢说 范赫的身份非同一般 就这样都挨了林云一巴掌 像是他这种小角色 人言轻微 林云就更不会听到耳朵里了 他们上去的话 那也是自欺欺辱 说不定比范赫还要惨上许多 而此刻他们最担心的是 葛宇将矛头对准他们 一旦格宇表现出对他们有任何敌对的情绪 那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林云无边的怒火和灭顶之灾 毕竟刚才他们还是向着亮哥那一边的 然而他们确实想躲 他们这些人还入不了格宇的眼 连提都不想提 事情的转变发生的太快了 所有人都是始料未及 帮着格宇收拾完了光头亮哥的许长宝 灰溜溜的走到了格宇的面前 连忙陪着不是说道 误会 都是误会 这时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倒是塌了起来 我这小舅子根本不认识葛大师 冒犯了葛大师的虎卫 属心 这人也教训过了 还望葛大师不要放在心上才是啊 格宇看了他一眼 刚要说话 凌云带着火气说道 肯定是这小子狗眼看人低 得罪了我师父 以我师父的品行 是绝对不会随意出手打人的 是是是 这小子我以后肯定好好管教 是我的不是 管教不严 管教不严 许长宝连生陪着不是 然后看向了林俊豪 林总啊 关于投资的这个事情 可就务必要仔细考虑才是啊 刚才我们都差不多谈火了 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坏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才是啊 哼 你们东湖庄园可以啊 连我们灵界的恩人都敢动手 我看着合作的事情 暂且搁置吧 以后再说 此时的许长宝心里咯噔一下 转而看向了格宇 那样子看上去都快给格宇跪下了 哀求着说道 葛大师 您给说句话吧 我全部家当都在这东湖中原的项目上了 万一领走车子 我就全完了 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 关我什么事 我不过是带朋友过来玩的 如今也没有完成 扫了兴致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哥大师 哥大师 我求求您了 您可以说句话吧 我知道错了 林先生 你们的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要顾及我的想法 我不懂做生意 不要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你们的正经事 我这边就是一些小事情罢了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看到许长宝那可怜兮兮的模样 格宇也有些不忍了 毕竟这件事情 跟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主要是那光头亮哥惹出的事情 听到格宇这般说 许长宝已是感激不尽 连声跟格宇道谢 格宇转身 朝着身后的苏曼清挥了挥手 目瞪口呆 略带惊慌的苏曼清 才缓步的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 当众人的目光 再次落在苏曼清身上的时候 无不被他绝美的容颜给吸引住了 就连凌云也不由的觉得眼前一亮 这心里还在暗想 这师父果然是厉害啊 陈家大小姐陈泽山对他是一片倾心 这会儿身边竟然又多了一个大维女 而且这姿色一点也不逊色于陈泽山 不得不让人佩服 格宇一把抓住了苏曼清的小手 说道 我们走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 再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只能离开 但是许长宝却走上前来说道 格大师 你别着急着走啊 我马上给您办个金卡 以后到东湖庄园的一切消费 全都算在我徐某的头上 在这里玩两天再走啊 不必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就不在此就留了 说着格宇直接带着苏曼清 就离开了这里 看到他要走 许长宝也不敢拦呢 凌云却凑上前说道 师父 我送你走吧 你去忙你的事情吧 不用管我 哎呀 这天都这么晚啊 这地方贫皮 不好打车 我送您回去吧 格宇也没有再多言 点了点头 凌云大喜 连忙就跟在了格宇的身后 仿佛能送格宇离开 有着莫大的荣耀似的 走到凌俊豪身边的时候 格宇还冲着他点了点头 说道 多谢了 格大师客气了 有空 务必到我家里做客 也是许久没见了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凌俊豪客气的说道 当下格宇也不再多言 带着苏曼清和凌云 就朝着湖心岛外面的方向而去 在经过范鹤和李华康等人身边的时候 不经意的朝着他们几人身上扫了一眼 顿时吓得几人浑身遗颤 如芒在背 当初在江城市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便觉得格宇非同一般 以为将他带到南江省 便可以借助光头亮哥 打击羞辱他一番 没成想 倒成了自取其辱 但仅仅是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一眼 便被凌云捕捉到了什么 在路过他们的时候 凌云没好气的推了一把李华康 直接将其推倒在地 而宋宏远被一脚踹飞 他口中还不屑的说道 躲开 好狗不挡道 以后别他们让我看到你们 见一次大一次 观看 五月 五月 六月